今时财经 点时成金 大家好 我是王峰 来看今天的财经重点 美国由于国债的收益率上升 拖累了美国股市的表现 尤其是科技股迎来了2024年开局的黑 同时美国债的总额是首破34万亿 而美国的经济数据方面 12月份的制造业PMI创下了4个月的新低 IMF总裁则认为 美国经济是可以实现软着陆的 而在电动车行业 我们看到中国汽车的销售巨头 比亚迪电动车的销量 是季度销量达到了全球第一 这也是第一次 而美国媒体观察到的是 美国在电动车领域的去中国化 这样的政策可能会伤及到自身 朱先生将会讨论的是 比亚迪如何去巩固现有的优势 美国股市在2023年最后几个月 迎来了惊人的涨势 新年一时 美国第一个交易制 倒置也是再次迎来了一个开门红 创下历史新高 但是科技股则是迎来了开局黑 科技股是普遍的下跌 这也让大家关注到科技股占多数的纳斯达克指数 是下跌到了百分之下跌了百分之1.6 这也显示出少数几家科技巨头 对于大盘是有较大的影响力 那为什么会迎来科技股的下跌呢 主要是两个方面 一方面呢就是由于巴克莱的分析师 将苹果的股价平级下调 主要因为说iPhone的需求不振 所以调低苹果股价 那去年12月份曾经攀升到历史新高的苹果股价 硬升在周二下跌了百分之3.6 另外像亚马逊 Alphabet还有微软的跌幅也都超过了百分之1 英伟达跌幅超过了百分之2 特斯拉跌幅是不到百分之0.1 那么科技股受到另外一个消息的影响呢 就是国债的收益率上升 导致了科技股的下挫 像基准10年期 美国国债收益率在周二呢 是收于了百分之3.944 高于了上周五的百分之3.860 也触及到了两个星期的高位 另外呢 美元在今年的手务交易日上升 投资者也在等待着美国就业数据 还有欧洲的一些通胀数据 我们看到都是为央行政策 将会提供一些新的线索 关于2024年美股将会如何表现 有资产管理公司的策略师分析 说2024年开始 美股可能会稍作歇息 直到可能出现一些催花剂 在本月稍晚出现 才会有影响 比如说这些催花剂 指的就是企业的财报 来看一下亚代股市 香港股市呢 在今天也是进一步的下跌 一方面呢 是对于市场经济前景的一个担忧 另外一方面呢 是对于美联储 这种加快降息的预期 也是降温 所以说让投资人 入市的态度是比较的深深 影响恒生指数 在开低163点之后 在低位反复的波动 早盘最多是下错了 223点 那午后呢 是稍微收窄跌幅 中长也是收低了不到1% 那横指收盘报 16646点 下跌了142点 跌幅0.85% 那在亚太股市 其他方面呢 像韩国首尔股市 大跌了2.34% 这也是超过两个月来 最大的一个单日跌幅 那么另外 澳大利亚悉尼股市 也是大跌了1.34% 也是过去两个半月以来 最大的一个跌幅记录 那主要的原因呢 都是美联储降息的预期降温 影响到了市场的一些气氛 那日本股市呢 在2023年是创出了历史性的一个上涨 而日经平均指数呢 是收报于334464点 这个比2022年底 是上涨了28%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涨幅 那主要原因呢 专家认为有三个 一个就是东京政权交易所 它推行的市场改革 第二个呢 就是巴菲特访日的效应 第三个就是并购 这三个引擎 推动了日本股市 在过去一年的上涨 那么今年会如何 依然是大一个问号 有很多的变数 那今天内地股市呢 是陷入了一个分化的行情 那户指走势反复 午后探底回升 守住了红盘 那深圳市场则是跌势明显 创业板指跌了超过1% 两市的成交量 也是缩到了7300亿元人民币 那户指呢 是收报在2967点 升了4点 升幅0.17% 那深城指则是收报在了9330点 跌了70点 跌幅0.75% 创业板指则是跌了1.14% 看一下美国的一个最新经济数据 就是标普全球在周二发布 那美国12月份 制造业的PMI中指呢 是47.9% 较出值是低了0.3个百分点 也是低于市场的预期 这也是去年8月份以来的新低 那主要原因呢 是受到了新订单 急剧下降的拖累 那制造业的产出 也扭转了此前扩张的态势 重新回到了收缩的区间 那么另外呢 美国商务部公布 11月份的建筑开支 则是环比上升了0.4% 那反映出建筑行业的基本面 一人强势 那预计呢 可以为美国四季度GDP的增长 会做出贡献 那国际货币经营组织 IMF总裁格尔基耶瓦 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就表示 美国经济明显是趋向于软着陆 那主要呢 是受惠于联储局有效的控制通胀 避免经济陷入衰退 这样一种决策性的策略 认为增长前景是相当乐观的 那对于特朗普 今年可能会再次当下为美国总统 那格尔基耶瓦相信啊 所有执政呢 必须要极力去避免 全球化的进程受到阻碍 那格尔基耶瓦认为呢 说全球贸易环境 应该避免碎片化 碎片化的会会导致 本地的生产总值损失掉7% 那对此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就指出 不管是贸易战也好 科技战也好 脱钩锻炼也好 去风险也好 实质上都是将经贸问题 政治化工具化 武器化 目的是为了巩固自身 发展的一些优势 那这样的话是 以零为何的对抗思路 对于世界的发展 是没有任何的好处的 另外看到的是 美国财政部发布的最新数据 就是美国的公共债务 截至到上周五呢 是第一次突破了 34万亿 创下历史的新高 主要原因呢 是税收的下降 还有支出的一个增加 导致了联邦赤字的一个上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一下中东局势 尤其是红海目前的运输安全牵动了各方的神经 因为它是对于全球的供应链会造成很大的冲击 那稍早之前呢 美国击沉了有三艘胡塞武装的船只之后 那支持胡塞武装的伊朗则是派出了一艘驱逐舰进入到红海 这也让这种目前的形势更是升级 那外界关注的是 伊朗派出这艘驱逐舰将会进入到美国 以及美国所倡导的目前的海上的联盟 那美国白宫呢 做出了一个回应 就是美国总统拜登已经是准备好 要采取一些自卫行动 来保护这些美军士兵的安全 我们来听一听 那近日呢 美国海军直升机击沉了三艘胡塞武装的船只 这也是近几个月以来美国和盟军在红海上首次和胡塞武装进行直接对抗 那么伊朗媒体呢 引述了胡塞武装高级官员的话说 这个事态是非常严重的 胡塞武装誓言会采取一些报复行动 那么有美国五角大楼的指挥官恳请拜登 对于胡塞武装的一些基地进行打击 但是呢 白宫并不愿意这样做 担心的是此举会破坏胡塞和沙特在2022年所达成的休战协议 然而目前红海的紧张局势也继续影响到全球供应链的一些 有些货运公司的一些选择 向全球第二大的航运拒破 马士基就表示将会再次停止他们的船只航行贸易要到红海 这个船只呢 在几个周之前刚刚在红海遭遇了袭击 那尽管目前呢 美国是派出了一些船队来进行保护 但是马士基方面依然信心不足 那马士基呢 会改到非洲的南部 以便为客户提供服务 另外一家德国的货柜航运业者 叫做赫伯罗德 稍稍前也表示 认为红海是太危险了 将会继续的避行该区域 反而这样的决定让这两家公司的股票上升 因为市场揣测 运费将会因为他们运输时间的增加 而调涨将会利于公司的业绩 另外一家公司就是达菲海运表示 从本月的15号起要调高亚洲到地中海的集装箱运费 那涨幅呢最多会达到一倍 那目前在2024年 各界艺人关注的是 红海的形势不会得到很快的解决 如果说这个问题长期化的话 会让通胀的走势出现变数 因为将会对于全球供应链 进一步会推高这个运输的成本 所以说在一些媒体上 被称为了2024年 堪比特朗普会否当选的一些国际热点 来进行了一个预测 那么对于2024年供应链 可能会构成重构 为什么呢 因为目前这些地缘形势的紧张 会让这个苏伊士运河 以及红海持续的受到干扰 这种局面可能会迫使一些企业和国家 在过去几十年所建立的贸易路线图 会产生一个重新调整 进而会影响到全球供应链的一个稳定 这件事怎么来看 红海这种局势的稳定 对于供应链的影响 尤其是2024年 这里边有一个很蹊跷的逻辑 美国以前他称霸全世界 他是靠军事 还有靠制裁 那么他这次呢 就是他希望靠打胡塞武装的船 来威慑胡塞武装 以及他们指控他背后还有谁 但是呢 现在怕的不是胡塞武装怕 而是像马斯基他们这样的运输船队 船队害怕 所以这就很蹊跷了 你本来是指望把他打扶 结果能打扶的是另外一个 是你最不想他改到那一家 所以美国说 你看他们来我就给你打 所以那天就突然发现 有几艘胡塞武装的小船 靠近那个船了 美军刷一动手 打掉了三尘 打掉了三艘 然后呢 打死了十多个这个胡塞武装的武装人员 但是胡塞武装他没有怕 而且伊朗说他还派了一个军舰过来 现在呢美国 你把你船打掉了 敢不敢把基地再给他打掉 因为美国有这个实力嘛 但是呢你打了之后 从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情况看 就是说你这么打 他有无穷多的地方可以发射 他来袭击商船的这些各种武器 而且是成本很低的武器 那为什么现在这个马斯基这样的公司怕呢 他一方面是确实他容易受到袭击 就是他本身这个船 他没有防空设备 你得靠这个护航的军舰来提供防空的这个相关的这套体系 那他能防他自己 但是防不住来来往往的这些船太多了 他随时可以可以打你 而且从不同地方打过来 再一个就是最核心的问题在于呢 他绕到好望角 他的股价会上涨 他呢会涨价 对他那时候没有损失啊 损失的是全球供应链 所以这个逻辑是一个非常蹊跷的逻辑 看似好像是受害者 同时这些运输公司好像也是受益者 当然这样一个分析是媒体的一些解读 据关注到的是目前中国电动车的制造商 这是比亚迪 最新在2023年第四季度销量呢 刚刚公布达到了52.6万辆的纯电动汽车 这个数字呢已经是超过了目前 特斯拉在第四季度同期的销量 接近48.5万辆 所以说一跃成为了全球最畅销的 纯电动汽车的制造商 比亚迪已经是成为了一个销贯 那尽管如此呢要看到 特斯拉其实它的48.5万辆 接近这个销量 已经较于2022年的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 已经有了一个显著的提升 其实特斯拉也在进步 尽管被比亚迪反超 那但是呢看到的是 特斯拉在全年的销量 依然是领先比亚迪 那该公司呢在2023年 全球交付大约181万辆的电动汽车 达到了全年的目标 而且呢是略高于华尔街的预期 那相比之下呢 比亚迪在去年全年 销售了近160万辆的电动汽车 比2022年是增长了70%以上 但是整体呢 比特斯拉依然是要少 20万辆一个全年的销量 这也说明这两家对手 在全球市场地位的上升和竞争 在2024年会带来一个新的一个变数 也代表着说美国的电动车制造商 特斯拉可能需要继续依靠 大幅度的降价来提振它的销量 要关注到的是 特斯拉说在2024年的销量呢 预计会超过200万辆汽车 并且会超越传统的 这个梅赛德斯奔驰 还有雷诺等传统的制造商 那比亚迪面对着 在去年交出了一个满意的成绩单 那所以说对于经销商 做出了一个很好的回报 那就是要20亿奖励经销商 那对于完成任务的这些经销商 那每一辆呢会分红666元 那这个总体的这个花费呢 占到了去年第三季度 纯利的两成 那大家关注的是 比亚迪在目前已经成为 国内市场领先 如何去走向国际 会是各方关注的点 也是比亚迪必须要去做的 然而呢国际环境并不友好 一方面呢是欧洲 已经对于中国的电动车汽车 发起了这种反补贴调查 另外呢拜登政府也正在考虑 对于中国电动车要提高关税 那同时呢就是 所以中国车企呢 可能做的最好的一个选择就是 要在欧洲投资车场 让生产销售本地化 以此来对抗各地的一些贸易壁垒 专生面对着比亚迪目前的一个优势 怎么去鞏固 我想呢这些大数我们也很清楚 一个呢就是今年中国的汽车产销量 是3000万辆 上了一个大台阶 国内是大概 2600万辆 出口还有500万辆 那么另外呢就是呢 在这个电动车 新能源车这个领域 中国有几家企业 已经是全面的发力 这里面就包括比亚迪 还有包括呢这个理想 还有呢其他一些 所谓的造车新势力 其实我们看这个广汽 也好上汽也好 都卖得不错的 第三个就是大家最关心的 在这个车的技术方面 还有这个价格方面 还有利润率方面 到底中国的车行不行 因为以前都是认为 这个外国的车是 要比中国的车好 但是呢在新能源车 电动车这个领域 我们其实发现呢 以比亚迪为代表的这些车呢 已经是全部上来了 所以我们就算这个特斯拉 它在第四季度 它是全部纯电动车 但是呢在第四季度 比亚迪的纯电动车的 销量52.4万辆 已经超过 已经超过它的48.5万辆了 就是那更不用说 那个新能源车 总的加起来 所以呢全年来看 比亚迪是300度 302万辆 而这个特斯拉是181万辆 比亚迪已经坐到摇领线 但是这里边更重要的 就是比亚迪的毛利率 已经高过特斯拉 所以呢如果说 未来特斯拉它降价 它是可以有增加的空间的 但是空间并不是很大 再一个就是呢 在极高端的车型 比如说100万人民币一辆的 还有那些商务车 这个比亚迪卖得很好 而这个方面呢 特斯拉它是没有的 虽然它推出了 大家期盼已久的 这个Subtruck 所以还有一点要评论的 就是从中国的情况来看 它会不会在这个汽车消费大国 走出一条 就是让这个新能源车的渗透率 到了三分之以后 继续往上走 因为我们看在美国那边 现在电动车 为什么比这个特斯拉要降价 就它走不动 因为很多人他喜欢长途开车了 他突然发现了 这个电动车不行 这里边包括充电桩 包括它的续航能力 还有这个天气等等因素 但是呢在中国这边 我们的这个汽车消费环境 和所谓的这个补贴政策 怎么让中国的新能源车 其实我们也有 就是电动车和新能源车 这是两种 它能够在过了三分之一的 这个临界点之后 继续往上走 比如说真的 在2030年走到70% 如果说在全球最大的 这个汽车消费市场 它真的走到70% 它就对全世界 渐能减排 应对气候变化的最大贡献 好 我们下期再见